It was answerable to God 那所以人有权管理全地的所有的动物 那这个权力是由谁给呢?是由神给 所以人要对上一级的赋予这个领导能力的这个上帝而负责 Now you look over in Genesis 3 and 4 我们来看创世纪三章四节 An alien being entered the sea 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图画里面 有一个不明的一个外部的存在物 就是进到这个图画里面 因为这一个存在物不属于人类里面 我们知道圣经后来讲到他是堕落的天使 但是对我们来讲他就像一个外星人一样 他是个外部的一个存在物 突然进到人类空间里面 Now you know the story By deceit He persuaded man to sin 我们知道整个圣经后来告诉我们是他通过欺诈 通过谎言来引诱人类犯罪 Now because of that sin Death came into the world 因为人受引诱犯罪 所以呢 这个死亡就临到全人类 Because of that sin The world was cursed 因为这个人亚当所犯的罪 所以全人类都受神的诅咒 Creation was cursed 我们知道这个被造物都受神的诅咒 So man began living in a cursed environment 所以呢 人就住在一个受神的诅咒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You and I are still living in that cursed environment 很不幸的今天一直到你我 我们都还住在这个受上帝诅咒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Now we just looked in sort of generally at the creation 我们刚才大概的回顾了一下神的创造的过程 But we know God created the universe for His pleasure 我们都知道上帝造天地万物 是为了神自己的喜悦 是为了神的旨意 And God was not happy with what had happened 神当然非常不满意后来发生了事情 And because He was the original creator He had come up with something or other And He instituted a countermeasure To what that alien creature brought in 我们看见神尽管对后来发生的事情 就是人受引诱 后来犯罪 犯罪以后受诅咒 然后死亡领导 所以这些非常不满意 但是神也正面地去面对来处理那一个 闯到人类的世界里面 给人类带来这个劫难的 这么一个外部的存在物 就是撒旦的工作 对捆绑全人类的这个罪 不是与生俱来的 亚当被造的时候是没有的 后来亚当的后人都有的那个罪 死死地捆绑全人类 现在神告诉受罪捆绑的人 你们如何用这个祭物献祭的方式 来遮盖你们的罪过 He taught them to sacrifice animals 所以很简单 神的这个信息 说你们如果犯罪 你们就要献祭 你们这个献祭是为了弥补 你们犯罪所导致的后果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四章四节 这里面就讲到这个 在创世纪的四章四节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 投生的和羊的之游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在伊甸园 以外面出生的 所以一定是神通过亚当 吩咐亚伯就要去献祭 所以神告诉亚当 亚当就吩咐他的两个儿子 要献祭给耶和华 这个次子亚伯他就什么 他顺服 但是长子该隐就不顺服 所以在四节的后半节说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是因为亚伯相信而顺服的缘故 我们看见后来为了消除罪恶 他曾经做过一件事情 把全地所有有血气的都毁灭 只剩下八个人 那个时候耶和华见地上的人满脑子都是罪恶 他们的生活已经到了一种极度的败坏的 一种邪情私欲里面 他们就过的那种有罪恶的人生 已经到了一种无法无天 到了一种不可收拾的一种地步 在诺亚洪水的年代亚当还在世 所以亚当才刚刚过世的诺亚的年代 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人都还知道关于神的事情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拒绝去顺服神的旨意 最后神就要清除这些有罪的败坏的人类 但后来他订阅了 让他的儿子成为最完美的败坏的败坏 大洪水以后 神实际上开始预备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就是神要叫自己的儿子作为替人赎罪的替罪羊 我们刚才在领圣参的时候读到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章的第十八节的时候 说我把我的命舍去 我们可以想象一点事情 现在天父对圣子说 我要你到地上去 而且惨死在十字架上 他在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的情况下 他来到这个世上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说 我的命不是谁把我取去的 不是把我的命夺去的 是什么呢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去 是照我自己的意思要舍的 你有很多种方法舍自己的命的 如果你要舍命 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容易的件事 有很多的机会和方式 比方说 你可以选择让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 你也可以选择说 我在睡眠当中安静地死去 我不会感觉到死亡的痛苦 你也可以选择说 有人找一个人用很快的速度 把你的头给砍下来 但是耶稣说 不是有人把我的命夺去 而是什么 而是我自己舍了的 所以耶稣有一个可以选择 就是他要如何的舍命 他说 我呢 要舍命 是要死在十字架上 这种十字架的死 是一种极度的痛苦的死 但是 他 他认为